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听过一句说话说过 撒纳的光辉不是永恒 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就以以色列是葡萄树 是一个丰盛的葡萄树来迎他们 但风光不在 当你叛逆耶和华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施行审判甚至要拆毁 让我们都在今天这段经课里面 我们一起先来祈祷 来反省 慈悲的天父上帝 我们恳求天父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愿天父你的话语 好像昔日耶稣基督洁正圣殿一样 将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的耐心都来到去掃除 以至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满有封城 让我们有谦卑 温柔的心来到领受你的诚言 赶除我们心里面的光辟 冷酷 以及一切不敬虔的心 以至我们能够以诚以灵在主你的话语面前 谦弓来到参聚 我们今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何西亚书 第十章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果子越多 就越增添祭坛 土地越肥美 就越建造美丽的储像 他们心怀异议 现今要定为有罪 耶和话必拆毁他们的祭坛 粉碎他们的储像 现在他们要说 我们没有罪 因为我们不敬为耶和话 王又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他们讲空话 以假誓立约 因此 懲罰如苦彩之生 在田间的泥沟中 撒玛利亚的居民 必因白亚民的牛毒惊恐 他的百姓为他悲哀 他的祭司为他赠经 因为荣耀已离开他 人必将牛毒带到亚述 当作礼物献给大王 以法连必无羞 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 撒玛利亚的王要灭亡 如水面上的泡沫一般 阿民的丘太 以色列犯罪的地方必毁坏 经济和质礼必掌在他们的祭坛上 他们要向大山雪遮盖我们 向小山雪倒在我们身上 上帝审判以色列 以色列啊 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 就时常犯罪 他们仍停留在那里 攻击罪业之背的战士 岂不会临到基比亚吗 我必随己以惩罚他们 他们为相从的罪所前 万民必聚集攻击他们 以法连是顺量的无牛毒 喜爱端谷 我要将额套在他肥美的颈项上 我要使以法连被套住 犹大必耕田 雅各边爬地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收割池岸 你们要开狠荒地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等他临到 公义必如雨降级你们 你们耕种奸恶 收割罪业 吃的是荒然的果实 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 依赖你众多的勇士 所以在你百姓中必掀起闹控 你一切的宝女必被拆毁 就如沙纳曼在争战的日子 拆毁百亚比勒 将城中的母子一同率碎 伯特利亚 因你们的大恶 你们必遭遇如此 黎明来临 以色列的王必存而灭绝 在今天这段经课当中 耶和华上帝用了一个葡萄树 来形容以色列 他说以色列是一棵很茂盛的葡萄树 这棵很丰盛的葡萄树 原本是表达一幅很美丽 很有应许的图画 不过耶和华上帝藉着今天的经课说到 当以色列民好似这棵丰盛的葡萄树 拥有丰盛的生活的时候 以色列民不单止不知足 更加来到去献更多的处象 见更多的祭坛 这幅图画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那份的叛应 当耶和华上帝厚似万物 似给他们更多福气的时候 他们不单止不领情 更是来到背叛耶和华上帝 见更多拜偶像的地方 这一段是耶和华上帝 来到控诉以色列民 这一个本身拥有很多福气的民族 在他们拥有福气背后 他们却忘记了 赐给他们福气和土地的上帝 当以色列民面对被拆毁 一无所有的景象下 耶和华上帝来到说 以色列民他们不单止无回转 更加来到希望借上 牛毒给外邦的王 见更多祭坛 希望可以讨好神明 或讨好其他骨王 耶和华上帝来到控诉他们 以色列民做这些事都无用 王要灭亡 耶和华要掩面看他们 才来到告诫以色列民他们要惭愧 要羞愧 面对自己的罪行 才说只有一个方法 可以得着拯救 就是来到耶和华面前 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来抱着一种惭愧 一种羞愧的心来到上帝面前 才更加用一个形象来表达 当以色列民他们知道自己所犯的罪的时候 他们宁愿大山小山覆盖他们 当他们面对自己的罪行 他们应该以求死的心 来狠求天父 狠求耶和上帝来联敏他们 教宗方济角曾经有一次在他分享当中 来到形容 在很多来到梵蒂岗游览的朝圣的人当中 他有一个观察 他说在我们人生的朝圣旅程当中 都有三类人 第一类人 他们一心好像来到色地 来到梵蒂岗一样来到朝圣的人 他们一心来到当中追寻信仰 在属灵生命当中都有这类人 他们一心来前进追求 希望可以寻求上帝和他之间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但第二类人教宗就说 这类人就好像在梵蒂岗排队 排得久的时候 这些人选择放弃 他说这类人就好像在属灵生活当中 停滞不前的人 他们经历少少的挫折 他们就不愿意继续来到行 轻易就来到放弃 教宗形容第三类的人 就是那些以为自己走 但其实在属灵境况里面 实际是停滞不前的人 这类人教宗说 他们是朝圣当中的游荡者 相信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也有时候好像以色列民一样 在信仰当中都是一个游荡者 到处漂泊 找不到自己的根 但他以为自己经历 在教会成长里面 认识上帝好像越来越来的当中 以为自己很老练 很明白上帝 但上帝就透过今天这段经文 来到警告以色列民 亦都透过教宗这段故事 我希望很想和大家分享 不要让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游荡者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 支持近乎勇 意思就是当我们能明白自己的软弱 明白自己的弱点 我们就能够有机会去改善去改变 而上帝在今天这段经课里面 都藉着层明以色列民的软弱 他们的叛逆 他们的罪行 都期望以色列民能够回转 能够支持近乎勇 我记得有一次在学习 网球的经验里面 当我不断来到去挥动球拍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 他是一位网球的高手 他一看到我的动作有错 就来到不断来到提点 在过程里面我都觉得很苦怒 因为每一次我每打一球 他都来到提醒 每打一球 他都来到说我的动作不好 在过程当中 我很感受到原来 当我有个人来到提醒自己 可能我的感觉都会觉得很突压 或者很差 但耶华上帝就好像我这位朋友一样 因为当我们打网球 如果我们的动作姿势不好 我们永远不能够近上一层流 在我们熟灵生命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华上帝都来到提醒意识典文 来到将他不好的地方 希望他们可以改过 可以支持近乎勇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收割池爱 你们要开狠方地 现今正是尋求耶和华的时候 等他临到公义必如雨降给你们 河西亚书十章十二节 我会拍摄 地 Alazir 感谢观看